你在浏览器上面搜free code cam 这是我第一个推荐的网站 然后它是全免费的网站 你可以看到它有responsive web 然后javascript frontend data 然后有backend的东西 它就有这么多堂课可以上 哈喽朋友们欢迎回到lora做自己 今天这集影片呢是大家敲碗很久的 我自学时候的学习资源 先介绍一下我是软体工程师里面的前端工程师 然后我做的是网页开发 今天这集影片也只是告诉你们学习资源 然后当你入门的时候你知道着力点在哪 然后找到切入的地方 我先说一下前提 就是我自学的所有资源全部都是英文 会用英文的原因是因为第一电脑科学的起源 就是从西方国家过来的 再来是你写的程式语言就是英文 第三点是你要看第一手资料一定要看英文 然后第四个英文的资源比中文的资源多非常非常的多 最后一个就是沟通 就是除非你待在一个都是讲华语的环境里面 然后你们公司没有外国人 那也许你们可以用中文去沟通 可是如果你今天呆的公司有外籍工程师 甚至你去外上 那英文能力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像我第二间公司就有外籍工程师 外籍工程师在讲技术的时候 一定是用全英文在讲技术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是用英文学习 我就能够听得懂这个外籍工程师说的技术 说的内容是什么 我不用一边Google然后一边听 我觉得这是省掉非常多沟通成本 时间成本 我并不是一位英文很好的人 我一开始用全英文学习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痛苦 可是当我去上班了之后 我发现用英文学习的帮助对我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是推荐各位用英文去学习的 我都可以用英文学习了 我相信看我影片的各位 你们一定也能用英文学习 然后我先讲我当初一开始着手的资源 你在浏览器上面搜FreeCodeCamp 这是我第一个推荐的网站 然后它是全免费的网站 你可以看到它有Responsive Web 然后Java Screen 然后Front End Data 然后有Back End的东西 它就有这么多堂课可以上 第一节课教的就是Cat Photo App 就是做一个像它 它会给你看你做完会变成什么东西 这样子 它这里就有Step 然后教你 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它写完了之后 按Check 你就可以到下一关 第一个比较大的Topic 它就有HTML 然后Basic的CSS 最后一个就是有Personal Portfolio Web 你就是做完之后就可以 Summit出去这样子 然后就给你一个证书 再来就是有Java Screen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 你就是一关一关跟着它做 还有Front End的Library 就Bootstrap 有SAS 有React 有Redux 但是我个人Re-Add我是没有做的 Re-Add的部分我是直接去看Re-Add的Document 因为我当时做的时候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比较旧 但我不确定现在有没有更新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我会拆见FreeCodeCamp 是因为它除了是免费的以外 它是一步一步的带着做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有YouTube的一些更深的教学给你看 然后还有推荐一个MDN 它有点像是网页开发的字典 所以当你在FreeCodeCamp做题目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Element我不太懂 这个Style我不太懂 或是这个JavaScript的语法啊 逻辑啊我不太懂 那你就可以上到MDN来更去了解里面的东西 它会更详细的告诉你 所以这是我两个很推荐 数学者一开始入手的两个网路资源 然后都是全免费 然后还有推荐一个JavaScriptInfo这本书 JavaScriptInfo我觉得如果你做FreeCodeCamp 决定要JavaScript用这个语言做你的Domain的话 那就可以开始看了 它不是限于说你一定要到多强或者是多资深 你才能看JavaScriptInfo 因为它其实还算是蛮Basic的东西 然后对工作啊 对你对JavaScript的认知也会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它有Free的电子书 然后也可以买段下载下来看 那我接下来要介绍几个YouTuber 第一个是叫Kevin 然后Kevin主要说的就是CSS的东西 他非常非常厉害 他真的是CSS的专家 然后非常的推荐他 再来就是我说的FreeCodeCamp的YouTuber 我觉得FreeCodeCamp的YouTuber都非常的好 他会请很多很多的讲师很多领域的专家来在上面有讲课啊 然后或者是像Interview这种的课程 还有一个YouTuber我觉得如果你初学 然后你觉得你想要踏入这个行业也可以看 Computer Science Crash Course 他也是教你电脑科学啊 从一开始没有计算机 然后到后来的一系列的发展 对就是基础那个基础概念 就是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没有CS背景的人来说 非常友好的一个YouTube 还有一个是CS50 CS50也是我觉得 初学的如果你真的做了FreeCodeCamp 觉得你很有兴趣想要往这个行业前进的话 那觉得可以开始看CS50 这个Huffle的课程 它是也是for free的 就是全免费 对没有CS专业背景的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我指的友好是你可以奠定你的电脑科学的基础观念 然后2024年的课程已经上线了 在YouTube都有 你可以加入他的社群 跟Huffle的学生一起做作业 就总共会有11个影片 然后每一个影片的最后都会有一个作业 然后你可以去这个CS50的官网去登录它 你就可以上完一节课到设计你的作业 设计你的作业之后就是会有他们的系统 他们老师会去帮你改这个作业 会告诉你你哪里有问题啊 或是作业有没有过关 最后就是你整个课程上完之后 你每一个作业都有到达标准的 你就可以申请一张CS50课程的证书 但是这张证书是要钱的 再来是这个YouTube 他作为Traverse Media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励志的故事 他以前是一个罪犯 然后有坐过牢 然后他出监狱之后 决定自学成为软体工程师 他现在全职做YouTuber 做教程 教程都讲得非常非常的棒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自学的典范 再来是JavaScript Mystery 它里面就是全占的东西都有教 他是会教你必无一整个project的 我觉得如果新手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project的话 是很推荐来这边看他的课程的 因为他前面会先教课程 然后会讲讲解讲得很细 然后讲完了之后才会开始带着你一步一步 实做一个project 教的东西就是非常的新 很值得非常值得的看 再来是WebDiv 然后他主要也是在讲网页开发 React的东西 这个我也觉得我自己也很推 如果你想要不断的有一些新的知识 新的科技啊 更快速的知道 软体借出了什么新的科技了 可能我自己看Document 或是什么没有跟上的话 这个COT3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YouTuber 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力 一开始就去看 一开始去看可能会没有那么能够了解 他在说什么 再来就是Fireship 他的影片就是速度很快 讲得很快 他的影片比较需要你看完技术文件之后 然后再去看他的影片复习一下 我觉得会比较有帮助 最后如果新手要开始刷题的话 这个网站叫做 我会推荐新手用这个网站的原因是因为 尤其是非本科的就是我们没有上过数据结构 没有那个概念 他这个课程很好的是 他有一些topic是free的 然后比较进阶的就会需要收钱 但是你可以先做free的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 你free的真的都非常的熟悉 你是master之后 你才需要花钱去做要花钱的那一部分 他会有影片的讲解 讲解那个data structure的东西 你要怎么approach 他会讲的比较仔细 他会先帮你上过课的感觉 然后你再去做那一个演算法 然后你那些free的做完了之后 你觉得你自己还想要继续做下去的时候 你再去买课程就好了 演算法还有推一个课程叫做MIT6.006 他是MIT OpenCourse的数据结构的课程 所以也是很推荐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要朝这个方向走了 那你也可以就是在YouTube YouTube就有然后上这个MIT的数据结构的课程 然后搭配我刚刚说的那一个刷题的网站 所以以上就是我左手边的呢 就是初学者可以去看的一些资源 如果你们更深入的话 就是看我右手边的这些YouTuber 讲一下我当时自学是全职Full Time 每天至少八个小时 然后一周七天 每一天都是对着电脑学习 都没有偷懒 一直持续三个月这样子 其实你在做free call cam的时候 你就能够更了解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兴趣 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 能够每天都对着电脑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到上班的时候 我假日也都是要学很多东西 我觉得软体工程是很重要的两个特质 第一个是你要不断不断的学习 不断不断的进步 还有你学习的时候要能够看技术文件 Document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是第一手资料 然后它也是讲得最清楚的 第二点是你要有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无论你的leader给你什么tiki 给我什么tiki 我都会在时间内把它解决完毕 然后也不会要让大家替我擦屁股 我讲一下我自己的学习方法 就是我自己并不是一开始什么都不懂 然后就上来看youtuber的教程 除了做freqocam 然后搭配mdm之外 youtuber的部分除了cs50 然后crash course 演算法的影片之外 画像react啊 next.js啊 tailwind这些的就是 我的学习方式都是直接先看Document 看完Document发现有什么问题 我比较不了解 我比较不知道的 才会回去看youtuber的讲解 我个人认为那样子的学习方式 对我来说最有效率 然后英文进步最快 code 演进步最快 其实你这三个核心 汇了ftml css javascript 你不一定能够找到工作 因为现在基本上 你都还要汇一个uilibrary react 我自己是当时是用react 有些人可能选择用view 不一定 但是你核心汇了之后 你再去学 然后面的东西就是会变得比较快一点 这样 我自己是三个月 别人可能有的人14个月 不一定 就是我觉得take your time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 所以不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 所以以上就是我今天要给新手入门 一些学习资源 最后想送给大家一句话 是Elon Musk说的 You don't need college learning learn stuff everything is available basically for free you can learn anything you want for free 他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现在这个世代啊 我们已经不需要大学了 因为现在这个世代 所有的东西 它都是可以在电脑上面学习的 学习都是可以for free的 你有一台电脑 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的资源去学习 譬如我说的 Hoffel的那一堂CS50 的课程 包含free call camp也是 但是如果你靠free call camp 就是转职成功啊 你还是希望你能懂内他们一下 并且他们要维护他们的网站 我在这边还是非常鼓励大家自学 有一些井底之蛙就觉得 不要再鼓励大家 怎么可能能够自学好吗 就是世代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是很多资讯 都在网络上面的 自学的好处真的很多 自学的好处除了你能够 检视自己的每一步 你的学习进度以外 你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 选择自己想要学的东西 然后最重要的是省钱 像我今天讲的这些资源 只有那个刷演算法的网站 你需要深入刷题的版本开始 你才需要付费 一开始也都是free的 其他都是free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影片呢 就可以在底下留言 然后我也都会尽量回复 也可以追踪我的instagram 传私信给我 我也会尽量回复 很感谢大家最近 又一直传私信给我鼓励我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来询问我 一些转职的想法 转职的心路历程 转职的东西 然后有一些人分享他们的经历 真的这样的感谢你们 然后我也希望我有给你们很大的力量 如果你不支持我 但是你的留言是建设性的回复呢 我也会很感谢你 然后我也会谢谢你 但如果你的留言是没有建设性的回复呢 那不好意思 我不会浪费时间在你的留言上面 因为我的时间很宝贵 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 希望这支影片可以给想要转职 无论你想要转职到哪里的人 更多的信心 我相信大家都会转职成功 想要离开舒适圈的人 可以离开舒适圈 想要离开恶毒的环境的人 可以离开恶毒的环境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 转发留言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啰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